來 師兄感謝 感謝就所有我們六甲這次的視野 這次我們今天來參選的立立的報算 大家真的幫你道三甲 感謝再感謝 好 那個昨天剛選舉完 那我們還是再次恭喜柯承凡 那今天我們現場跟主委給我掃接 等一下我們主席總統胎下午胎也會過來掃接 那這次的選舉我們輸了五千多票 是我個人努力不過團隊非常的強 大家都非常的用心 那今天就是把六個鄉鎮先掃接跟所有的支持者 跟他們道謝 可以談一下 這次因為黨的分裂是一個敗選之一 以後這一塊我們要怎麼去修補 其實我們民進黨大環境真的不是很好 那黨人當然有很多的原因 那像 或許有他們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還是覺得民進黨一定要團結 團結才會勝利 那希望我們十個月後 無論是什麼人出來選 我們必須要把全部很團結 來打贏下一次2020年的大選 搞定是這次的選舉 一旦 會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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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